哎 小哥 我跟你说别扑那么多拉费草 你送了他礼物被他退回了 通过啥发发吗 这礼物是他妈妈欠收的 他还通知你们俩 还是分手吧 怎么可能啊 我们爱的没有错 你姐啊 只是美丽的独自 你别着急 来 你跟我来 哎 不是小哥 你说你俩那么长时间了 他家里怎么一点不知道 是我不让他说的 他爸妈都是大学教授 他长得越漂亮 我爸说的有不同意 等不到天黑 运火不会太完美 哎 你别自卑了小哥 肯定不是这个原因 你看 你还买了那么多暖宝宝 包括手机啊 包括其他一些零食 而且还有六番了 什么六番了 哦 六番了 999番过来 都以为六番了吗 你给他买的感冒药 像你这么体贴的暖男 肯定是没问题的 去吧 好好跟人家说一说 解释一下 去啊 哎 您好 请问林雪在家吗 您好 求什么求 阿姨您听我们解释 不用解释 我们家的加工不允许这种现象出现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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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雨落下 就让我成为海洋 那些 别激动嘛 你俩有什么事 再好好去说 啊 王子 我要挣到多少钱 大家不许算花费草 明晚还要看看吗 我看了 但我妈说 女生就只是个 很美的样 每一朵 浪花 如果大雨 流下 你干嘛送我那么美的东西啊 我不想我的男朋友 我也送给我什么别贵的首饰 一天三个都只能吃泡面 我也不想我的男朋友 自己不吃穿 变成两点下夜班的时候 下雨了就只能不能推着电瓶车回家 这瓶子给我买这本的好了 你让我只为更激动你的 你知不知道啊 这瓶999你拿着 关心我的同事 你要照顾好你自己啊 洗牌好东西 我们都退了好不好 我三分 你就是这样好好的可以在一起 我只想证明自己啊 你想到的 可以努力都给你啊 我不想被瞧不起啊 你妈妈不是说 你们家的加峰 不是要找我们的当务对的吗 其实我说实话呢 小伙子 我要说你两句 我们家的加峰是不能理所当年花男生的钱 小堂的白鸽不会轻弱呀 就像我骗了 你们的未来要相互奔赴 共同努力 对吧 我未来小姑爷 是 不许可 不许可 对 到外后 你说对啊 你一二边 避雨 想沉默的 打自己 又会热烈情绪 写不出 会别 你这些别浪费啊 给我媳妇拿回来 最后我只好